感情不合 比這嚴重 有了第三者 比這還嚴重 總不至於到啥冷的地步吧 雖然我也快六十了 但是我還真是覺得 就通過這次拍我 不是潘金蓮 拍這個原的電影 我覺得我的創作的路才剛剛開始 首先我看了鎮雲的這小說 我覺得是特別有幽默感 其實喜劇有好多種 我不是潘金蓮 它又是一個類型 它是帶有某些的荒誕性 是道理的荒誕 是你看完了你會在心裡頭回家一琢磨 噗痴你笑了 不過我幫了你 我能得到什麼好處 我去跟李干辣刺 如果能干辣刺 就三人也差 我去跟觀眾說我為什麼要拍圓的 我也算強詞多理 其實就是我想在形式上有一些嘗試 我把一些畫面做了一個圓的東西之後 我看之後我就會覺得它非常有味道 尤其是這個霧遠的這些山水民居在這個圓裡頭 它就更有中國的味道 再一個就是構圖也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我們必須讓每一個圓裡邊的畫面都是獨立成章的 所以它就會有全景鬆一點的中景多一點 有人物關係的畫面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這個畫面上邊空著透氣好看 我在這兒喋喋不休地去說這個圓有勁嗎 我就得沒勁 為什麼要拍這圓 我覺得這麼拍我就激動 我就有熱情 沒有什麼更多的原因 你看了這圓你喜歡 你還是會覺得非常牛逼 就是這麼簡單 我覺得文無定法沒有說電影必須要怎麼拍 好多事都是過去沒人怎麼幹 後來幹 那一開始那電影也不是寬螢幕的 那後來把那螢幕拉成這麼長 它有一個說接受嘛 你這個我們都看慣了 是這樣的 它為什麼變成這樣的 比如說攝影機原來不能在肩膀上一扛就隨便跑 你說你這麼晃的觀眾受得了嗎 那現在滿大街都爛大街了 全在肩膀上扛著拍也都接受 所以總是要有人願意做一些這樣的試驗 這就是大家聽完了會有點討厭 就是任性 就是我任性地做了這麼一件事 覺得電影 我拍了這麼多年了 我老按一方式拍我就是挺沒勁的 我又不是一個工廠 一個流水線做這個 我每天到那兒一上班 我拍電影是一個創作 需要很多創意的火花 我覺得當我們能夠產生這樣的火花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抓住它 哪怕是失敗了也要去試 今年的電影票房我看到觀眾變得開始比較理性 惡搞得心心勁過去了 我覺得什麼樣的電影都有 都應該有 你不能陷入到大家坐著按按計算器 過去它有什麼票房記錄 它有什麼票房記錄 大數據來 哪種故事觀眾最喜歡 我跟你說 人是最複雜的 什麼數據你也統計不了人的思想 你是一個觀眾我是一個觀眾 我們倆人喜歡的東西隨時在變 所以我覺得不要去按計算機 然後用一個公式去決定來你拍攝 我覺得還是要面對自己的內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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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